第三集神奇的零食袋 终于都回来现实世界了 太好了 好紧张啊 刚才真的吓了我一跳 好了 不如吃点东西放松一下 我不吃了 回家先啦 爷爷 你太快打开了 还没到茶点时间 这样啊 我放回到零食袋先啦 爷爷 你这样就乖啦 我们放学回来啦 弟弟你饿了吗 我很饿啊 那我们不如吃茶点啦 好啊 为什么我打不开零食袋呢 是不是爷爷放得太紧了 你们不记得爷爷曾经在回家途中打开过吗 零食袋在上午和下午只可以打开一次 而下午这次机会已经被爷爷用了啦 那怎么算好啊 柳柳云啊 你发明的零食袋真的很有用啊 有了这个零食袋 就算只是吃一点点 像一块饼或半个包 甚至一口果汁 只要你不在茶点时间吃东西 随意在其他时间任意饮食 牙菌膜就可以无时无刻地製造酸素 不停地侵蝕牙齿 这样会很容易影响牙齿健康的 是啊 乖乖 乖乖 不要紧 我知道你们放了学肚饿的了 我已经准备好你们最喜欢的食物 你们洗完手就过来吃吧 两餐之间吃一次茶点没问题的 多谢妈妈 有茶点吃 妈妈 茶点很好吃 你们慢慢吃 不用急的 只要你们每餐都专心吃完食物 够饱 就不会常常想吃这些吃那些 这样才能保护到牙齿的 知道了 妈妈 柳柳云 如果可以改良下 零食袋就更加好了 限制它们不要在吃饭前吃零食 没问题 只要加一个时间锁 加一个特定时间 给它们拿茶点吃吧 柳柳云 你真的很聪明 当我预教的茶点时间到 袋子自然地打开 给它们拿东西吃 真的很方便 但如果它们不觉得饿 过了茶点时间 放心吧 袋子会自动生好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常常看着它们 爸爸 你回来了 是啊 你看看 我买了你们最喜欢的豆奶 医生说 零食也要选有益 谢谢爸爸 让我们先放入零食袋 留下几天茶点才喝 那就不会容易蛀牙了 你们这个方法很好 是牙医叔叔教的 懂得用零食袋 减少饮食次数 你看我 多漂亮 杨逸、杨月 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我擦擦擦 你呀擦擦擦 你呀擦擦擦 最着面 记住轻轻擦 有次序是最佳的方法 我擦擦擦 你有擦擦擦 牛牙翅早晚擦 我擦擦擦 你有擦擦擦 从此完成很习惯 上下排 要分开擦 由一边擦向另一边 冷隻牙齒一起擦 清潔牙齒尽好方法 我擦擦擦,你又擦擦擦 外戶牙齒早晚擦 我擦擦擦,你又擦擦擦 從此養成好習慣 這就更加好了 你想到是什麼機關 機關是,如果他們在不適當時打開個袋 這樣,那個零食袋就會噴出黑煙 作為小小的懲罰 令他們的臉變成黑色 你說多有趣 也好,他們就會記得什麼時候才可以吃茶點 媽媽,爸爸媽媽,早安 早安,早安,日日日月 姐姐早安 早安,懂得早睡早起 你看我,多漂亮 乖孫,你們今天上學就可以用零食袋 記得把零食放進零食袋 知道了,媽媽 你們見不見爺爺 不見 我就在 怎麼這麼好笑 爺爺,你自己看看 我臉怎麼會變黑了 那是因為我們趕快了一個零食袋 如果你不適當時打開個袋 它就會噴出黑煙 作為小小的懲罰 令你臉變成黑色 不如用一個正面的方法 對 把每天的飲食習慣寫在紀律飲食紀錄表上 做得好就有獎 我要把紀錄交給老師看 對 你們記住 在兩餐之間 吃喝不要多過一次 維持到三個星期以上 就很容易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了 我們會堅持到底 我們會堅持到底 做得好,老師一定會讚我們的 可能還有得獎 你們也不要等了 和我們一起實行改變飲食的方法 回養出一個有紀錄的飲食習慣 保障牙齒健康 再見